2023年之前 中国将回到本属于自己的位置 成为人类文明的唯一灯塔 代表人类的未来 所以看完这篇文章 你现在知道灯月对我们有多重要了吗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少的一步 你放心 到了那一天 好莱坞再也不敢拍课换片了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能拯救地球的只能是中国人 观众多道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这项计划的颁布是对美国的绝命暴击 也欢迎将您的高剑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继续观看 作者一个坏土豆 播讲卡加 1946年3月二战刚结束不久 英国首相邱吉尔访问美国 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 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在此之后 全球割裂成两个世界 美苏都某足的劲想要弄死对方 而且都接近全力 向世界去证明 自己才代表了人类的希望与未来 美国动用了所有能控制的媒体 全力以赴地对苏联进行妖魔化 让整个美西方乃至全世界认为苏联是落后的愚昧的 专制的残暴的 但事情却很快出现了轻人的转折 1957年10月4日 在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下 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即旅行者号被送上太空 并绕地球飞行了98分钟 消息发布后震惊全球 谁都不能否认太空探索是绝对的前沿领域 是人类最尖端的科技 整个美西方的媒体在短暂的沉默之后 开始了对此事疯狂而热情的报道 他们完全发自内心的真诚地认为 这是人类科技迈出的伟大一步 全世界都为苏联的成就感到赞叹 这让美国陷入了极大的难堪与尴尬 开始火急火燎地加速推进自己的太空技术 仅仅在两个月后 美国就火急火燎地搞出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 不仅如此 美国还要搞全球电视直播 美国说 你们看清楚了究竟谁才是人类的灯塔 结果美国技术不过关 火箭在上升几千米后便翻倒爆炸 灯塔直播秀搞成了全球翻车现场 一边是苏联伟大成就 一边是自己在全世界面前出丑 美国急得是六神无阻 一直到五个月后 美国几乎才与举国之力 终于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送上了天 但是这项太空竞在中 苏联一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力压美国 1959年1月2日 苏联研发的月球探测器 月球一号顺利升空 随即离开地球轨道 并近距离飞过月球 仅仅在八个月后苏联再次发射了月球二号 这一次成功着陆月球是真正的全球震惊 月球二号上携带了两枚刻有苏联国会的装饰物 1959年9月 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 把一枚复制品送给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充满苦涩的接过礼物 默默无语 苏联问美国谁是人类灯塔呀 谁代表了人类科技的巅峰呢 谁代表了人类的未来呢 美国是面红耳赤 恨不得把头扎裤裆一句话都不敢说 苏联说你控制的媒体有屁用啊 老子用实力全方位碾压你 接着苏联的技术开始爆发式发力 1959年10月发射了月球三号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拍到月球背面照片的航天机 随后苏联又发射了月球九号 它经过79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 于2月3日在月球的风暴扬附近登陆 这是人类历史上对月球的第一次软着陆 苏联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类科技历程上的第一 美国呢 它只能看着干瞪眼 接着苏联的王者来了 1961年4月12日 苏联红军上轿飞行员 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 在轨道上绕地球一周 历时一小时48分后安全返回 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 第一次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 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 他所乘坐的东方一号飞船 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载人进入外层空间的航天器 全球都沸腾了 在这一刻 所有的地球人都忘记了意识形态 忘记了美苏对抗 忘记了国别 种族 所有的国家都认为加加林是人类的英雄 在这个时候 美西方国家已经忘记铁幕了 忘记冷战了 当时的加加林有多受欢迎 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邀请他去访问 再强硬的反苏国家都忘记了加加林是一个苏联军人 忘记了苏联是他们的敌人 英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加拿大等等等等 都全部向加加迪发出了邀请函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争着给他发勋章 还生怕他看不上 总租联的脚步并未停止 而是一路开挂般的奋勇冲锋 不但拿下人造卫星 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的三连冠 接着又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太空行走 第一位女宇航员上天 筹备了人类第一个太空站 在暴风骤雨的打击下 美国是完全懵逼的 从1969年开始的20年 全球完全是苏联的时代 力压美国 当时呢 无数人都毫不怀疑 美国大概率将输掉冷战 终于 美国疯了 尤其在加加林太空行走后 美国意识到 如果还是被苏联所压制 那真的就完蛋了 1961年 美国准备开始搞举国体制 孤注一掷也要影响这场太空竞赛 否则那真的是大势一去 美国推动了阿波罗计划 这个计划有多宏伟 直接参加工程 有2万家美国企业 参与的供应链企业超过10万家 200多所大学 几乎所有的美国知名大学 全部参与其中 最顶级的80多个科研机构 全部参与 120万人参加阿波罗计划 有超过30万人 专职投入到此项工作中 仅仅工程师就超过了15万人 1969年7月16日 在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后 美国宇航员终于承载着 全人类的梦想 踏上了月球表面 各位 写到这儿 后台一定有人会留言 说美国登月是假的 我这篇文章不讨论真假 我就这么说 你能搞个骗局出来 让全球70亿人都信了 而且参与计划的120万人 还没泄密 那我也真的算他美国牛逼 我说了 这里不讨论真假 都各有各的说法 我在这里想说什么呢 1969年7月16日 是改变全球历史的一天 也是从根本上改变美苏争霸格局的一天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苏联开始走向了不可逆的颓势 美国通过这一件事 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从此之后 才真正的成为精美们心中的人类灯塔 开始代表人类的未来与命运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美国开始全面启动了对苏联的和平演变 不间断的24小时 多个频率 无数个电台 对苏联和东欧进行轰炸 宣扬美国价值观 而在此之前那是不可想象 因为苏联才是曾经代表了人类的科技巅峰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好莱坞流水线一般批量制作科幻片 在大荧幕中毫无疑问 那就是美国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全人类 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这个技术 在长达几十年的洗脑中 这种观念最终深入人心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美国全面掌握了太空争霸的主动权 接着启动星球大战计划 宣称要建立一张浩瀚无边的天王来对付苏联 苏联最终被美国拖到精疲力尽 在三十年后轰然倒塌了 阿波罗登月计划几乎就是美苏争霸的分水岭 其实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什么呢 很多人说欧洲双标对美国跪舔 对中国傲慢 其实我觉得欧洲它一点都不双标 你是不是文明是不是和平 欧洲根本不在乎 欧洲就看你有没有实力 谁有实力欧洲就跪舔谁 这真的很公平 现在欧洲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美军军事基地 欧洲当然是跪舔美国了 如果在欧洲驻军的是解放军 欧洲分分钟跪起来朝我们叫爸爸吗 军事实力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全面加强 但也不是唯一的道路 能让欧洲跪舔的就两个要素 一个是军事 一个就是科技 今天咱不谈军事 从科技角度 我来给你一个答案 到2023年 全球人类文明的灯塔只有一个 有且只能是中国 到了这一年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比如好莱坞再也不敢拍科幻大片的 因为所谓的美国拯救人类的故事 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今天中国在太空取得的成就有多大 我你妈我根本说不清楚 你去搜下新闻 不是每一年 而是每一周每一天都在刷新新闻 大家都已经不当是新闻了 媒体都懒得报道了 热搜难得上去的一系列的火星勘测 太空站我都懒得说了 随便翻下新闻 4月25号 神州18号 发射升空 取得圆满成功 4月26号 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神石器 神石八航天员 太空会师 4月30号 神石器飞船 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所有任务圆满完成 5月3号 嫦娥6号任务计划发射 现在 中国第四批航天员 已经完成选拔 并将助力中国人实现揽月之梦 我们的目光 已经不仅满足于走进行空了 而是要九天揽月 从神石八新闻发布会 透露的消息来看 除了天空空间站 捷报频传之外 载人登月项目 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 根据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时间表 最迟到2030年 中国就能实现第一次载人登月 不仅如此 2030年前后 中国将发射天文三号 实施火星采样返回任务 将成为第一个火星采样返回的国家 今天 中国在太空的成就 已经全面碾压美国 那美国还能登月吗 还能个屁啊 他昨天能不代表他今天也能啊 两万家美国企业 现在存活率不到5% 剩下的全都搞金融去了 当年超过十万家供应链企业 生产线全部转移出去了 美国百万级的技术工人 已经再也找不到了 剩下的很少一部分 在波音边咳药边打飞机 美国早已失去了工业霸主的地位 1969年 我姑且当美国真的登月成功了 但是这一天 美国连阿尔特尼斯计划的第二步 发射猎户座飞船 实现载人绕月飞行都还没成功呢 原来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去 现在想绕着月亮飞都做不到 也就是说50年前 美国向全世界证明 他可以打100分 结果今天呢 美国他连30分都打不到 就如同100年前 美国是基建狂魔 是工业霸主 是钢铁帝国 他们的标志性帝国大厦 可以三天盖一层 400多天完成全球第一高楼 而那个时候的中国 连电灯都是个稀罕玩意儿 可是今天呢 中国高铁占据了全球70%的里程 24年修建了4.5万公里 美国呢 用了21年 修了488米 工程进度是中国的127万分之一 不过今天的美国 他也不在乎这个了 他们举国之力都在搞虚拟现实 在搞AI 美国说 你们登月有什么了不起的 戴上我的AI眼镜 我分分钟让你去冥王兴 那美国就负责幻想 中国就负责实现吧 2030年之前 中国将回归本属于自己的位置 成为人类文明的唯一灯塔 所以 你现在知道 登月对我们有多重要了吗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必不可少的一步 你放心 逃了那一天 好莱坞再也不敢拍科幻片的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能拯救地球的 只能是中国人 好的 今天内容就到这 关注头头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